我来,我来 我去,先把孩子们脚背 先把孩子们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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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看一下 我这个角度怎么样 你安定谈解 你为什么你不要脚下来吃饭 我在这 你这样我怎么讲呢 好吧 你要不要坐在这 坐在我旁边 郭老师是不是坐在这 哈哈哈哈 看着他吧 而且他闹着 你看着他怎么样 你看着他怎么样 哦 是吧 从这个角度看 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 哪个角度 这个角度看见 看得到 对啊 我留了13个日子 完成了两个 可能暖着 我告诉你 哎,快来 不要管孩子们 让他们自己去自个其乐 什么 就在哪 什么在哪 你拿着吧 你把他挣在那儿宝贝 挣在威廉那儿好孩子 威廉,我让你扶他好 哎,你先来啊 不用,不用,阿姨 不用装带 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 花在这些无谓的细节上 我们把主要的精神就可以了 谢谢啊 来,来,老林 我马上 他跟April交接班了 刚才April盯了半天小孩了 他们电视看到已经 已经开始了 对吧 这么大的东西了 我们继续呢 我再陪到他们 进入家境 阿们 阿们 哈哈哈哈 开始 必须得有一个人坐这家那儿盯着 就是 刚才就是他盯着 现在同人社的同志 也要小盯着 首先呢,我们组织增加了 不是叫新的成员 有回归的 第八位 这个 这个 成员 我们这个 欢迎一下 来一个 也感谢你们两个开家给我们 这个 这么好的房子 然后让我们 enjoy 今天我受到两点启示 我上次讲了 那个 马太福音以后呢 我就跟April说 我回来我这里的下一讲 我们讲什么呢 我说我这需要神啊 给我一点启示 下面的启示 后来我就一想 不是 张欣是医生哦 这个圣经里面呢 这个 特别是新约里面 唯一的一个外邦人 就是非邮太人写的这个 福音书 就叫路加 叫路加福音 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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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这个名字叫路加 LUPA 他就是医生 然后他们其实呢 没有见过耶稣的 他很多故事呢 就是听到他的那个 好朋友 保罗 听来 他一直就跟他一起去旅行啊 一起去这个 渡道啊 那就听到了很多管理的故事 他以科学的角度 把所有他听说的事情 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 所以说他这个福音书呢 就适合这个 没有信基督的 甚至是非邮太人来 就第一个入门的 来了解基督教 了解耶稣的这个著作 所以说 读起来就比较容易懂一点 他特容易叙事 上次我们讲那个 马太福音呢 他特容易讲那个 耶稣说的话 就是句句是真理 好多耳熟语响的典故 都是出对于马太福音 包括马太效应啊 那路加福音呢 他就更特容易把事讲清楚 他主要讲了几件事 一个是耶稣的出生 第二个就是耶稣的死亡 和复活 和十字架 那今天我们又是圣诞节 所以我们正好呢 讲这个福音书呢 讲这两个故事 大家有着深刻的印象 至于说他中间传道的这个过程 还有他那些经典名剧呢 大部分是在那个 还有福音书里面都已经被讲过了 这两本福音书呢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稣的 实际上都是耶稣的传记 可以这么说 包括他的语录 那有一共的四本福音书 都是讲耶稣的 有人说为什么不把它们变成一本书呢 是吧 后来有的那个 有专业的奖金的这个专家 他就讲了 他说这就像我们去看一个协和飞机 我们总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如果说把它遮平了 那就是那就是一个平面 对吧 我们要从不同的人去认识它 可能你会 你的左脚这个角度和那个角度之间 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但有一部分有什么一样 是吗 他们这这基本 这三本福音书 路加福音书 和这个 马可福音书 还有马太福音书 这三本福音书 那叫对观福音书 就是你可以对照观观看的福音书 你讲这个背景 那我们现在就讲路加福音的 第一个核心的内容 就是预告耶稣的降生 这个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座城的名字叫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戴维加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这就是耶稣的那个养父 童女的名字呢 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她说 甭打印的女子 我问你安 就是我向你问好 主和你同在的 啊 玛利亚 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的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主和你同在的 嗯 这句话 还听不懂 她反复复复的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 你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的意思呢 就是受高救赎者 就是她的出生就是 因为她的受高的意思就是 受上帝的 蒙上帝的恩和嘱托 我们在讲 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她受上帝的委托和蒙恩 这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受高 她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来救赎者 所以说 耶稣的意思呢 既是蒙恩 又是受托 又是救赎者 那耶稣的这个名字 再拆开来看呢 她的前名呢 其实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 他的这个 希伯来文的发文就是 发音就是耶和华 就是上帝的意思 就是上帝的意思 就是上帝的一部分 然后这些呢 肯定就是受高 或者其他的含义 所以 这也是人们连接 这个新约和旧约的一个证据 就是上帝叫耶和华 他叫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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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发音本来都是一样的 他要 他说 玛利亚你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跟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 神 要把他 祖宗 代位的位传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知道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就是直到我们今天的这种现代 就是他那个时候的预言 就是这个国已经有17个亿的信徒 但是这个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教会 一个一个信仰 那么其他的 就是说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现在也只有14亿的人口 对吧 这个新约的就是17个亿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阴披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成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国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速来成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处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 就离开她去了 这个我前两天给那个 张欣先生的讨论这个事 就是没有同房 没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证据之上 没有人看到他们是 结婚同房的 但是仍然会受孕 这个在张博士之内 都不是什么例 对吧 这个就是可以 通过人工受精 就可以这个 试管婴儿 就可以实现这个 所以将来说 有没有可能 这是通过一个意念 非物质传播 或者是非物质的这个接触 也可以输入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有希腊的神 不都是这样吗 有希腊的神 也是这样 有希腊的神 对 就是这个是一种 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所做的 如果我们拼开这个 这个迷信的因素来看 那两千年以前的人 怎么会想到 我们今天有这个技术 对吧 那我们又 现在我们也无法证伪 说在另外的星球上 或者另外的技术 可能性空间里面有这种 可以完全不用经过 这种物质的这种受孕的过程 也可以是 只是在他们看起来 是一个神话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天性 隔一个世界 隔一个维度就是底现实的 很简单的世界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启示 我说受到一个启示 这是一个启示 对 这就是管理他这个受孕 和出生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有的人 会 这个不同的分支 他们对这个受孕的这个过程 就是叫做什么 叫做灵 是基于灵了 它受孕的 灵 叫spirit 那个魂呢 这叫做做 对吧 做是你身体更近一点 它是不独立存在的 那个spirit 它是可以独立于你的肉体存在的 如果我们在讲佛教的时候 他是把灵和魂 混在一起的 那么人死了之后 灵魂是出窍 七天之后再转头 这个过程叫中阴身 中阴身这个过程完了以后 就变成一个 后阴身就变成一个 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 如果是你去 去了极乐世界 你就往左拐了 你要去重新再活路 就是又变成一个人 在这一点上 高会长 圣经里讲的 跟佛教里讲的 有这个雷加的地方吗 这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这个灵的这一段 其实就是一样的 这个灵是可以让人受孕的 灵是可以重新再有生命的 就像那耶稣呢 他本身是灵让他受孕的一个结果 然后他死了之后的话 他的肉体升天了 不见了 那么他的灵呢 留下来了 就进入到那些幸福的 这个身体里面去了 这就是灵的一个三个过程 从上帝那里变成灵 对吧 灵变成他的这个耶稣 耶稣又死又变成灵 灵再进入到新的这个 这个 follower的这个身体里 他就是这就是 这就是 所以我们讲 耶稣的复活呢 他既是他人体的一个复活 又是一个灵创造 就是灵再重新创造生命的过程 所以一定要 我也是 就是看了很多声音 听了很多 他把这个逻辑过程 才想明白 才听才搞明白 这个灵受孕 灵再复活以后再有新生 对 然后什么叫good news呢 为什么叫福音福音 福音的原因就是good news 什么叫good news good news就是你 现在灵来了 可以让你凑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呢 再有新的未来 再接受审判 再有去天堂的 再有去火湖的 这个就是good news 就在这里 就是耶稣替你完成了一次 这个新的生命 你要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 你就没有这好消息 就是一个中大利好 中大利好 中大利好 所以整个基督教的核心 就在这个地方 新教的 新 耶稣的降生 刚才说的受孕 降生的过程 当那些日子 凯撒亚 古士都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时候 居里扭坐去 比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策上的事 众人各回各城 回到报名上策 约瑟呢 也从加利利的 拿撒勒城上 猶太去 到了大卫的成名 叫玛丽顿 因为他是大卫一族 一家的人 要和他索聘之期 玛丽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候玛丽亚的身孕 已经很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丽亚的产期到了 就收了 就生了 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码头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这就是那个 在玛丽亨追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照更次看守 羊群 有主的使者 就站在他们的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害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戴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计划 这个为什么要把它生在 马槽里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语意 就是一个人的出生 是可以很贫贱的 是很卑微的 所以为什么说 你看他是万王之王 但是他也可以生在这个 马槽里面 这个就是让人呢 就是为什么就强调 人要谦卑嘛 要这个 要歧视这些 这些这个 出生 微微的人 或者是这个 命运不堪的人 是吧 这是耶稣的这个 出生的一个过程 这个后面还有很多 就不再讲 那耶稣呢 他也有一个 长得大了以后呢 他有一个 在旷野受考验的一个 一个阶段 就耶稣被圣灵充满 他就是他成长的过程 耶稣 他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孩子 他12岁的时候 他已经能够把 所有的这个 关于圣洁呢 所有的东西都讲得很好 他都不道都是很厉害 他那时候经常流连 往返于这个 当时那个所谓的这种 寺庙或者会堂 就是这些 在教室的时候 带着这个 就跟他一起讨论 学习 其实就已经 很成熟了 有一次那个 这个 他父母带他们出去 去耶路撒冷 去朝拜 就类似去做那个仪式 因为那个人 路上的人是很多的 去的时候人也很多 所以以色列人 对男人很尊重啊 那个时候 就是如果说一个 家人要出行的话呢 就是母亲要带着孩子 要提前一天出发 把丈夫打好 第二天丈夫再出发 然后再会 然后再 在路上 那路上 把水饭都准备好 所以这就是 中国 中国讲的那个 长幼有序啊 这个这个父位子刚 父位子刚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大儿子也是 始终要排在前面 所以刚才我们发前 讨论这个 要树立大儿子的权威 就是这样的 长子比父 所以要是 所有的孩子都要顺从他 那也是一样 顺从丈夫 也是这个来源 也是犹太人这个仪式的 那回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 因为信心上 让很大 一大堆亲戚一起走 他父母后来以后 就发现这个 耶稣不见了 后来找他 找他 找很久找不着 然后又回到耶路撒罗 然后他的会堂里面 给那些人在那里讨论 来学习 然后他母亲就责怪他 他说你看 你也不告诉我们一事 你就一直在这里 耶稣就说话 就很大气 他说我本来 这就是我应该带的地方 对吧 耶稣是好老大吗 耶稣他是好老大 对 他是老大 他家里还有一些 还有兄弟姐妹的 我印象里面 他的兄弟姐妹 包括他的妈妈 其实耶稣他宣告 他是世界 他是那个 尼塞亚就是上帝的 派来的那个天使 天使 他实际上就是上帝本人 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 都不信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 他是个神经理 实际上男人现在来说 就是一个神经理 叫异想事儿 患者 都不相信他是转异的 对 但是他妈妈呢 又经常很那个 又很心疼他 对吧 又很爱他 然后 然后有一次 耶稣跟那些 他的信徒们在一起 传经不道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来看他 来找他 然后那些人 就告诉你 妈妈来找你了 耶稣说 那个 他说 你们这些人 他是重要的 我的妈妈就是不重要 他说你 你就是一次 我们现在做的事 就是更重要 他也是 也是那个 歌词这个情感 就是耶稣呢 出身卑微 这个我们讲的 第二段就是他经常 讨厌的 他在这个旷野里 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他是那个 这是 木匠之家 木匠之家 他那 他当初以前 手工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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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信徒是渔民 所以渔夫呢 就算是 应该是更高一点的 渔夫更高一点 对对 渔夫就比那个 因为渔夫呢 因为那个 以色列的地方 比较汗 他说南方 南方有海有水的地方 渔夫都过得比较滋润 北方就比较穷 没有水 明白了 所以当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 那些人 并不愿意回来 因为在埃及那里 尼洛河 他是那个 从渔水充沛 充四季 那个 他过得很好 比较北过 以后 他北方还是很穷的 耶稣就出生在 以色列的北部里去 那个地方 就是比较穷的地方 所以他的那个 一开始的信徒 追随罪的 都是穷人 后来到南方 那些有钱人的地方 他就越到阻力了 越到阻力 所以他在北方 穷人步道 还是比较顺利的 比较顺利的 对对对 但他这个人呢 也不会说我在哪儿舒服 就呆在舒服区里面 他还是知道 他觉得那个区域 已经是他的根据地了 他还是南下了 南下呢 就遇到了法利赛人 那些对律法 特别要求严格的人 他有五千多条律法 五千条律法 延估到什么程度呢 悉尼天津 电梯都不能用 所以你现在去 以色列周日的时候 那个电梯都没有按钮 都是自动的 他就是 所以跑起来 效率特别低 按钮都不能 因为星期天不能工作 这个 延估到这种程度 好了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他已经说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讲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势态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的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说错识的 说出的一切话 魔鬼由领他上了高山 刹时间把天下的万波 都只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给你 耶稣说 圣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不可试探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种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所以说 这是我们上次讲的 约伯也是被魔鬼试探 耶稣也经过了这个试探的过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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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